男子开车赶灰熊 影片糗成违法证据 3月19日蒙大拿州布朗宁 有一头灰熊 不慎太靠近一名男子的牧场 他的霉运不止如此 因为他遇到的牧场主人 似乎是虐待狂 显然以开着货卡追熊为乐 Lawrence Lane Kennedy 当时开着货卡 他的朋友Steven Upham 则在副驾驶桌上 用手机录下这段影片 他们将影片上传到脸书后 美国鱼类级野生动物管理局 展开了调查 使Kennedy依兵维动物法案 被控非法骚扰兵维物种 根据认罪协议 Kennedy被罚款400美元 Kennedy在对影片的回应中 宣称他的货卡时速 不曾超过16公里 他也无意骚扰那只熊 只是想引他远离家处 他还说上传影片 只是为了警告林里 附近有灰熊出没